嗨,大家好 又是我星星 今晚有些什麼搞作呢? 跟大家介紹一個叫做碗仔翅 碗仔翅,今晚有什麼材料呢? 木耳絲,甘筍絲,冬菇絲 不少也有魚翅 這叫做鮮魚翅 鮮腐竹 瑤柱上湯 現在要放下去 先滾下去 還有少許豬肉碎 鮮魚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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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雞蛋 為什麼今晚會不煲湯 做碗仔翅呢? 原因就是 我做了一些鮮魚翅 我通常都是煮一斤 浸了它 然後蒸了它 就剩下了些鹽薯水 一般來說也會留在煲湯 那為什麼碗仔翅都要自己做呢? 因為現在外面吃的碗仔翅 大部份都是雞粉水 還沒蒸水 還沒蒸出來 現在我本人煮菜 沒說沒蒸 雞粉也沒有了 已經是 幾十年了 都沒有吃這兩樣的 即使我在外面做 我還是沒有這些 有時候吃這些 就唯有自己做 那首先 就是 煮回鹽薯湯 先煮回 煮起它 我可以放少許胡椒粉 在旁邊放少許酒 煮好之後 放些豬肉碎 搓鬆它 就好 讓它更濃厚 讓它的味道更濃厚 在做這些碗仔翅 其實材料很冷淡 但有兩樣主角 必須要油 那哪兩樣呢 就是冬菇絲 木乳絲 這兩樣材料 要做蛇羹,不定要有 猪肉要生的,先煮熟 就会教成生粉水 做这些小碗刺 在外面吃不到的分别是材料 做这些刺,或者吃蛇羹,一定要捉取材料 才能吸引 如果这些材料没有 全部都水汪汪,就会不吸引 这时候,可以加上椰子 滚一滚 现在可以加入水 再等它滚起来 这段时间,其他材料也可以加入 除了鲜腐竹,最后加入鲜腐竹 再加入鲜腐竹 再等它滚起来 再加适量的水 一段时间就可以调味 因为在瑶薯汤里也有部分的咸味 所以我们的盐不用加太多 我这里就大约加半茶匙的盐 差不多 再加少许生抽 再加少许老抽 我们在外面做老抽是最后放的 在家里就没什么所谓 看看它的色调 因为没有鸡粉没有味精 那味道的来源在哪里呢 就是生抽老抽 加少许红油 再加少许闻 到这时就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开个生粉水 想那瓶推得漂亮 或者做粟米羹 蛋漿可以加些生粉水 先推底 推射的竅门是 粉漿要慢 搅拌手要快 现在就差不多了 等它滚了之后 就可以加入蛋漿 不要弄得太厉害 用生粉水推一点 有个不好处 它就很容易反 我们用什么叫反呢 即是生水 如果沾马蹄粉进去 推它 它的保存度又会好些 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蛋漿 放入蛋漿 让它滚一滚 煮熟一点 蛋 蛋一熟就可以了 可以加入鲜蜂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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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入鲜蜂粥 就完成了 其中很容易 又可以加入鲜蜂粥 也会更加盡量 它的味道更好 多谢大家收看